很多的处宝问到我说是 天叉的时候用水生根的方法好呢 还是用土叉的生根方法好呢 其实我教给大家折种的一个方式吧 可能大家也都听过 也都在网上看过很多那种个例 用个泡沫弄个枝条放到水里面 然后呢生根很快 但是你一定要盖它这个什么点呢 它你后期要移栽 它存活率还是个问题 那有的话用土叉的存活率又很低 我教给你们一个方法和方式 就是找海绵 用海绵里面给它沁满水给它擦上 那种第一呢存活率高 第二个呢就是它根系长出来 你直接种到土里面它也很好去长 这是教给大家一个办法 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从网上买那种 牵插专用的那种机制 现在我们大棚里面更多的都是在用那种 包括我们去引进一些种椒 也就全部带着那种像一个 有点像怎么说呢 日本的那个卷叫什么卷来的 啊那个卷 那叫啥来的 就是反正就那种感觉吧 有一层五纺布中间包着机制 然后我们是选择擦苗子用的 也就是说说白了就是泥碳图 大家也可以去做 就比方说咱们那个手套 不带着那个手套 但是比手套稍微粗一点 就有点像小婴儿的那种袜子大小 但是很小的那种袜子啊 里面给它塞上土擦上 那种存活力也高 保湿性也好 虽然说华尔美你就别研究水擦了 水擦的话也行 但是你又移栽 又把根基碰断了 又不适应了 你土擦又不怎么地了 就可以花点钱 或者是找个海绵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当然现在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会用到一个杀菌药和生根剂 这个是必须要用的 就像人动个手术干个什么呢 你一定要消毒 你不消毒它容易感染 对不对 还有因为生根剂呢 一般都是一些细胞分裂术 你比方说引导丁酸内酸 或者是给它提供一些糖类的营养 让它更快的去长根 所以说都可以去用的 因为它还小 需要这种东西来引诱一下 让它去长大 就像咱们小孩 逗小孩的时候你给它个甜甜是吧 哄着它爬 是吧 这个也是一种引诱方式 所以你懂就行了 学校不说就点个关注 当然有什么养花问题 都可以咨询老花一 我是老花一 养花这种 记得关注 白了是吧